修禅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修禅 它是用来开拓我们的精神领域 没有修禅 我们就不能够达到生活的目标 生活的目标 就是跟随我们的苦痛烦恼 什么是修禅呢 帮我们消除心中的污蔚 和开展心智之后 我们就会变得圣洁 我们尽全力 以求得到最高的完美 佛陀所教的楚禅 就是唯一可以让我们如愿以偿的方法 虽然我们在现代社会中 已经取得一些进展 一定程度的物质享受 已经代替了为生存而做的挣扎 但是这样和人类的心智开展 是没有真正的关联的 人们应用大部分的知识 以制造更多的诱惑和刺激 而且将这些发明当做进步 他们组织了不同种类的活动 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和利用广告来制造诱惑 在以前 人们并不依靠低级的广告 来影响心念 从而引起欲望 今天 通过电视机 电影院 色情雜誌 灰索的舞蹈 和其他很多的娱乐 来产生刺激 人类的情欲受到诱惑 使得不道德的行为变得猖獗 这些都不能够平静我们的心 以便得到安宁 但是也都不是意味着 我们应该显摘所有取悦观感的事物 我们不否认 艺术和文化 也都能够取悦观感 可视他们却能够用来舒展心境 和鼓励沉思和歇息 文化活动 例如土风舞 文谣 歌剧 和其他活动的作用 是要使人们 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存在 它能够松懈和平静我们的心 但是又不会引发内在的强烈情欲 我们接受人类是有情感的 这些情感应该以適当和高尚的娱乐去满足它 才不会引发潜在的人类心中的不良本性 其实如果没有事情盘距在心里面 这样心便会变得非常残暴和固执 一个空间的心便是一个魔鬼的工厂 是一句非常有道理的俗语 所以推介一些正当的文化活动 以平静我们的心 和让心 能够了解我们生存的本质 是需要的 很遗憾的是 现代消费型的社会 已经污染了文化活动 和滥用了我们完美的古代文化活动了 所以 请您回聊